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既然于小姐大驾光临 一定是有了什么应对之策吧 看你们男人就喜欢单刀直入 一点情调都没有 好 我就直话直说吧 其实很简单 放在你面前的一共有两条路 这第一条就是和迈克合作 借港英势力来押滇军保你的命 金矿方面就我们三家军分 这样比较稳妥 那另一条路呢 另一条路就比较冒险 就是和方世焕彻底摊牌 让他和我们合作 这样的话就不止是挖矿那么简单了 余小姐的意思是 让滇军和陈司令化干戈为玉帛 一起对付孙中山了 这可是你的意思 我可没有这样说过 真是一个高餐啊 虽然你给了我两条路 但你还是留了一个小小的心眼 因为这两条路 不管我怎么走都得跟着你走 那可就免不了 跟你那个军阀舅舅 陈炯明打交道了 那当然了 否则我凭什么帮你出主意啊 不过看你的样子 好像并不着急 是不是还要再多考虑几天呢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出主意 是我去找你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必须是我们两个人去办 因为我喜欢你这个聪明漂亮的女人 谢谢 不过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呢 还是不当讲 我都直话直说了 你就不要再绕弯子了吧 陈炯明是一代枭雄 但是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即使你现在有没有这个舅舅 都一样 人各有志 这个回答好 我很欣赏 只是欣赏吗 是你太太吧 好吧 我上去看看 太太 太太 你若是觉得痛苦 你就叫我出来吧 太太 不是说她的病已经治好了吗 解读是个很长的过程 哪有那么轻易就好的 而且 太太受了很深的刺激 我用了很多的心理治疗方式 都得不到改善 抽空能跟我说说 她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痛苦经历吗 也许 我才能真正找到治疗她的方式 比如 太太的脚是怎么伤的 她的脚 是有人用刀挑断了脚筋 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 你这个医生也很奇怪 治病就是治病 打听的消息还不少 我要不要告诉你 是谁拿着什么刀挑断的吗 是 你还是尽心尽力地给她治病吧 如果要是治不好 继续给她烧大烟 我觉得她没有必要戒烟 因为我不想她那么痛苦 知道了 于小姐真是不好意思 家里有些事情不方便 我送你出门 这么快就送我走了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我太太的事情比较复杂 再说 我一会儿还要给她治病呢 你还真忙啊 家里摊上这么一个老婆 换了别人 早就老燕纷飞了 难得你这样的人才 还能做到个性使然 其实也没什么个性使然的 不离不弃 说你胖 说你胖你还真喘嘛 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道德的表率啊 其实我看你们男人呢 看得最清楚了 这无非是想显示你们的孤傲和与众不同 什么不离不弃 其实很廉价的 不管廉价还是不廉价 我都愿意 不过余小姐下回到我这儿来 千万别提我老婆的事了 好了 不提了 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 这样一打岔 反而把我今天来的目的给忘了 既然挖金矿的事 还要再斟酌几天的话 那我们就先谈谈你交易的事吧 这两天好像你的手下 又在暗地里打听大烟的买家和卖家 这都是你默许的吧 余小姐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那你也应该知道 有生意大家做 有财大家发 你说是吗 你是想问太太的病吗 不能保证 但知道的越多 治疗的效果就会越好 不过我想知道这个高太太 是往好了治呢 还是往遭了治 那当然是要往好里治了 怎么突然会对高云飞仁慈起来了 我在想 一个健康的人在高家装疯卖傻 他又恨高家所有的人 这个高太太 她到底是对我们有利呢 还是有弊 吴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 好 来 喝茶 谢谢 你小子 怎么回来了 谁说我不能回来的 怎么了 你们要出远门 刚从福建运来的极品大红袍 味道不错 你们要出去 没错 我要去找方市长谈谈采矿的事情 采矿 你们的秘密终于解开了 也算是机缘巧合吧 带我去 什么 放心吧 我小茶壶一向一诺千金 既然已经答应了黄师傅 我就不会再找你一刀弄枪了 除非你先违背了你的诺言 从现在开始 我不再是你的跟班 我是你的合作伙伴 我要参与你的生意 而且我要提成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跟我一起做生意 还要给你提成呢 我再说一遍 我凭在黄师傅面前的诺言 更重要的是我的姐姐 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要让她吃好穿好 我要让她站起来和正常人一样 所以我要挣钱 我要养活她 你这句话说得好 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姐姐 那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我们现在就是合作伙伴 你想赚多少钱 我马上帮你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我去看几时 姐 姐 你是谁 干嘛叫我姐姐啊 干嘛叫我姐姐啊 我没有亲人的 再说 我也不认识你 不认识也好 少了很多烦恼 就不会痛苦了 姐姐 无论你认不认识我这个弟弟 我发誓 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 我一定让你过上 最好最开心的好日子 我发誓 好 怎么样 我说过你大哥安然无恙 在这里我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他 这下你放心了吧 既然你迫不及待的来找我 那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方市长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这件事情昨天还是个秘密 但是今天已经被我破解了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金矿具体的位置 而且我一找到位置就首先跑到你这来告诉你方市长 这足以代表我的诚意了吧 那你就说说看吧 撕开金矿大家都知道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而且这其中还有我们各自的利益分成 这种事情难道你们俩不想让我卖卖关子吗 卖关子的碰到没有耐心的 那可就惨了 你吓唬谁啊 这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了 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 索性一拍两三大家都不要做了 不幸为你爸 很久以前我们是不是在红袖招里打过交道的 你个小茶壶 对了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茶壶其实是我的小舅子 他现在跟我一起做生意 所以他说的话也代表着玉兰堂 我方氏坏是个粗人 喜欢结交豪爽的朋友 既然我们已经合作了 那就把你们的条件提一提吧 好 我来确定矿址 而且我们这边负责开采 只希望方市长能在云南境内负责我们的安全 如果采不出金子 我付钱给你 如果采出金子 咱们四六开仗 我分六 什么 你要拿六 你也配 紫慧 坐下 其实我知道矿产位置这件事情 也不是一两个人知道 如果你们不愿意 那我只有求他人了 方市长你要好好权衡一下 这一成收入到底是多少金子 采矿就像赌博一样 四六呢 如果开得少的话 也就差不多了 但开得多的话 哪怕就是一成 也贵你花三生三世的 怎么样 其实如果方公子有意义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办 把这个比例调一下 你们拿六 我拿四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我知道在广州城里 大烟生意还有银元的生意 你们滇军占了不少啊 那么 别拿一部分跟我们玉兰堂做做 你这是得寸进尺 紫慧 高老板和向老板说的没错 这就是一场赌卓 那我们就尽快启程吧 三天之后怎么样 三天太长了 就明天吧 好 痛快 安全方面 我来负责 只许你们兄弟俩去 不许带一兵一卒 放心 方市长 我大哥他不去 我只带小茶壶去 好 我住房重任在街 那就不送了 让我的儿子子慧 送你们到云南吧 紫慧啊 顺便把武仪太也带回昆明去 好 那好啊 说好了 咱明天就启程 那路上要仰仗方少爷了 高老板你就放心吧 好 那我们先告辞了 不送 好大的野心啊 到了云南地界 还轮得到他做主 哼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 自有他的道理 你还是要谨慎的 有事呢 多听你叔叔拜拜的 尤其是咱们那些 烟土和姻缘 要藏着掖着点 好 这小子 描上这块肉了 爹 你就放心吧 等金子一采出来 我就送他高云飞 跟他的小茶壶上西天 小茶壶 你带着他们几个 先在前面等我们吧 我跟阿弟有话说 好吧 走 阿弟 你是怎么破解 那一般秘密的 这是一个秘密 你现在想知道吗 那 那小茶壶呢 他怎么就成了 你小舅子了呢 这件事情 我应该早就告诉你了 知道吗 你等着我 这件事情 我应该早就觉得 那些烟土和大 都是在真正的 这件事情 我应该说 不是 一直在 叫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峰啊 今天要感谢你啊 你天天叫我建峰 我还不习惯呢 叫我小茶壶吧 你是我姐夫嘛 帮你赚钱也是帮我自己赚钱 我不懂买卖 但是我知道 我什么都敢做 只要你肯带我做 烟土 枪支 我不管法律 只要能挣钱 我什么都敢做 不过我们之前说好的 该分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这就是我们和解的代价 是啊 只要你为你姐姐赚钱 你想赚多少我都愿意 对了 有个问题要问你 这次你去云南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有什么不安全 难道你不觉得你去了云南 方氏父子会把你扣下 还有那些金子 我觉得四六分城那只是在做梦 我做梦 我贪婪 我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 这么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过我总觉得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金矿 所有的人都会起歪脑筋 再说那里边有很多临时招来的工人 你就带我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 我早就有了准备 不过你放心吧 对待方氏焕父子 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只要把他们制住了 其他人还难弄吗 你准备怎么弄 不是叫你不要轻易出来吗 您一下子失踪了两天 什么也没给我聊 把我给饿的 没出什么事吧 别提了 歇了两天 翻天覆地 我阿弟本来该跟小茶壶成仇人的 两人却联手做起生意来了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也别管这些了 赶快收拾收拾 明天盯他们烧 跟他们去云南 你要去云南了 对啊 去玩玩 去玩 怎么不带上我呀 车马劳顿你受得了吗 你少来了 这一次是去和方氏父子谈生意 想抛下我吗 到底是娇姐花 这种消息在广州永远瞒不了你 没错 是去谈生意的 但这笔生意我是绝对不会抛下你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你跟我去云南能干什么 要是我帮你拿捏方子慧的一个短处呢 你真的要去 你真的要去 就怕你长路漫漫 不敢跟我单独相处 单独相处怕的应该是你啊 我得回去收拾行装了 你敢让我跟你去吗 嗯 说啊 姐 佟医生都说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戒毒 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恢复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锻炼 多锻炼就能站起来 站起来又能怎么样呢 站起来你就可以从这里走出去了 走出去干什么 去找你的家人呢 我没有家人 不 你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弟弟 如果是弟弟的话 就不会跟仇人混在一起 你知道吗 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你 他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站起来 他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站起来 我认为你永远都不要你 你也能不能坐起来 来 试着走几步 来 不行 我不行 没事的 别怕 来 自己的命运靠自己把握 来 以后不就是你老婆不见了一会儿吗 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 我高云飞犯错误 绝对不能犯第二次 错误 我不认为亚历山大带走你老婆 是什么错误 至少可以让你明白 哪个女人才是对你最重要的 不过我也不喜欢女人太自作聪明了 我也不喜欢太自以为是的男人 没事吧 我不想练了 我都好晕了 你知道吗 我陪你练了很久我也很晕的 要不然我再去帮你找个烟枪 你继续抽着 走你的回头老路 来 来 很好 你看 往前看 来 好 好了 别紧张了 过来看呢 瞧 他们多亲热呀 他们俩就是再亲热我也愿意 一个这么多疑的男人竟然会对他的手下这么放心 难得呀 你可要记着 他是小茶壶可不是小太监 其实他已经不是小茶壶了 他现在是我的生意合作伙伴 说不定以后我还得拿他当皇帝一样伺候着呢 秋月 季妃哥哥 从哪弄来这些花啊 你不喜欢啊 这些红梅龟和百花花呀 都是我泽花市场特地买的 咱们家院子里不就有吗 那怎么一样啊 这些啊 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笑什么呀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小的时候我总是缠着你 你躲我还来不及呢 怎么现在还主动送花给我呀 不是很奇怪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人啊 总是会变的吧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都长大了 是应该考虑很多问题了 比如说 人生大事 季妃哥哥 你从小对我就不会撒谎的 我问你 你和我谈人生大事 究竟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吴叔叔的意思 是我爸的意思 谢谢你啊 季妃哥哥 至少你对我是真诚的 阿弟啊 你们准备走了 是啊 真的不要我和你们一起走啊 大哥真的不用了 这边的事多少还要靠你呢 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小茶壶吗 帅爷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我想来想去 如果我们俩一起去的话 方市长会警觉 如果他重新部署的话 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我现在要先带一个保镖去 让他丧失警惕 紧接着你就走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你 什么事 怎么可能呢 当然 这是于兰勋告诉我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把握就大了很多 但愿是这样吧 我们可以像在洪秀钊联手一样 再斗一次方市换 洪秀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不过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们都已经上路了 对 我的人已经跟上了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不过我还得提醒你啊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你那个二少爷弟弟 真是够狡猾的 再加上那个天外飞仙 小茶壶 小茶壶 吴先生 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这小茶壶怎么会是江月的儿子 他们怎么就这么容易和解了呢 利益为先 以退为进 在我看来 谁都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 这么说 小茶壶总有一天要害高云飞 这就叫机关算尽 反悟了轻轻性命 不过 那个高云飞也是过于自信 这也未必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可以走着瞧吗 高云飞要是输了 怨不得别人 谁让他不相信自己兄弟 只相信外人 说得是啊 还有那个过于神秘的于小姐 那倒是个大美人啊 美人 你知道吗 美人背后总有一把狠毒的刀 要是他们三个人连起手来 那该遭殃的就是那个傻子少爷 方子慧 这个地方太没劲了 又门又热 不过看到于小姐 我就饱了 这就叫做羞涩可餐 不管他秀色可餐还是可不餐 方少爷都得多吃点 金矿马上就要开工了 你要不吃那怎么扛得住呢 吃什么饭呢 我现在就想赶紧把金子采出来 咱们好分钱呢 方少爷跟我想的一样 我也想赶紧采出金子 大家一起分钱嘛 对了 你上次说的四六 是开玩笑的吧 生意上的大事我怎么敢开玩笑 高云飞 你别以为借了我几笔小小的赌资 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这里是云南不是广州 你看看你的前后左右都是我的人 你还想连搂带爬 想分六场 我就让你想想清楚 你到底能不能活着走出去吧 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呢 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呀 方少爷提醒的是 但是我是很有诚意的 我没带任何人 只带来一个保镖 我的安全全部都交在你的手上了 不过方公子刚才说的什么赌债 我倒是记不清了 你好像没有欠过我什么赌债吧 咱们这个态度就可以好好谈了嘛 幸好那个讨厌的小茶壶没来 来 给我倒酒 来 方少爷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要走了 小心点 你要死啊你 露出习惯来了 来 走了 看看 这才叫纸醉精灵 玩的小吗 还玩的那么开心 他想靠近你一些 但是你不给他机会 想靠近我的人多了 也不看看我想靠近谁 这位大侠 你想干什么 想要钱 竹子给他 钱呢 我当然想要 但是你的命我也要 别别别 有话好好说 你 你只要不伤及我性命 你要什么都可以 是吗 那我要你写一份悔过书 证明你和武一太在床上被我捉奸 为什么 别 我写 写吧 我写 写吧 没想到他自己的地盘还能碰见个小毛贼 被我抓到 非把他碎尸万段 可你说他为什么让你写保证书呢 不会是你爹派来的吧 不会吧 高老板 方少爷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睡得挺好 那我们一会儿先吃点饭就赶路吧 我还要等一位朋友呢 等一个朋友 谁 小茶壶 我让他去找一支勘测队 高云飞 你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能背着我行动 方少爷 你太紧张了吧 我们不是说过吗 在云南 安全是由你们来负责的 其他的事情则由我们来负责 再说了 我们要开采矿产 能没有一支勘测队吗 而且现在已经探明了 底下有东西 方位也差不多了 更需要一支队伍 来看看里面的矿石是不是极品 高老板真是厉害啊 这么快就找到了 我早就说过了 这可不是儿戏 我可没骗你吧 来 方少爷 先去用膳 来吧 方公子 喝杯酒吧 我看你心不在焉的 难道你还在想金矿的事情 怕什么 金矿再怎么样 也是在你们家脚下嘛 这个狗地方 连个名字都没有 你是怎么找到的呀 我靠的是精度和纬度 不过 不过我在想 是不是给这个鬼地方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怎么样 你看 好高品质的黄金 这回我发了 这个名字其实我已经想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要不然就把它叫做黄金台吧 是个好名字 不过黄金台呢 要姓方 进来 别动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呢 就在云南蹲大牢 要么呢 就在这边升天 你们自己选吧 你笑什么 我当然要笑了方公子 其实我知道我在这根本就走不了 因为我要留下来挖金子拿金子 而且要拿着金子顺顺当当到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 还要你把银元和烟土的生意交给我做 对不对 我看你是疯了 方公子还是稍安勿躁吧 其实鬼门关也不只是给我们几个人开的 你说呢小茶壶 对啊 这钱我们是缺的 但是人命我们不缺 方公子的命还在我们的手上 这样吧 我就把不该抖楼的事情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好好地给大家抖楼一下 怎么样 方公子 他所说的事情 好像就是你写的那个什么毁过书吧 如果你想让弟兄们都听着 那我也没办法了 但是我还是劝你让弟兄们先出去 咱们慢慢谈 出去 都出去 去 于小姐 方公子是个要面子的人 要不然你也回避一下 好啊 请坐吧 方公子 来 坐下聊 方公子 坐下慢慢聊 好啊 方公子的毁过书写得很好啊 不过连夜啊已经送到广州去了 如果我们不能带着金子安全地回到广州 那我就把这东西送到你爹手里 让他好好欣赏一下你的书法 无耻 不要恶人先告状 其实我们也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如果我们安全地带着金子回到广州 那我们的君子之交也算是有点结果 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简单啊 不能让你吃毒食吧 我们投资开采金矿 你呢负责我们当地的安全 等金矿开采出来之后 我们负责运输销售 你保证我们的渠道安全就行了 到时候一分力都不会缺你的 怎么样 而且小茶壶为了你和你那个武仪泰的事情 忙了一晚上 能白忙吗 是啊 很辛苦的 要不然这样吧 这个烟土和银人的生意 我们一并锁了 你看怎么样 你们让我怎么跟我爹交代啊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方公子 是啊 一炮武仪泰的本事也不小啊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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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淘依旧那一年淡了相仇 残不透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都欲欲欢休 那一杯恩怨情愁 那一杯善罢甘休 等无几予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都苦水难受 仿佛下的海淘依旧 到不尽的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浮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